石孟哥哥 顾薇 石孟哥哥还记得我 我还怕你忘了我呢 这么多年不见 我看看你是不是瘦了呀 没有 你不是在日本留学吗 怎么回来了 人家这不是想你了吗 顾叔 我们坐那边吧 薇薇这次回来啊 就是为了水晶物语的项目 这次 日本特效团队的对接工作 就交给他了 好 爸 你看 他多冷淡啊 怎么 你不想让我回来啊 没有 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就当给顾薇接风了 石孟哥哥最好了 你们这么不准 开什么侦探公司 开滴滴得了 找我前女友的前男友 不是你们最擅长的吗 你们先不先 那就这么定了 我的天 顾薇怎么来了 那咱们走吧 嗯 早 方言 石孟哥哥 你说 咱们去吃什么呀 都行吧 我记得有一家 有一家甜品店的蛋糕 特别好吃 你还记得吗 咱们俩小时候一起去吃过 你可以带我去吗 石孟哥哥 对了 我你怎么想要的 了 是什么 走啊 你怎么想要的 别人要的 你怎么想要的 兄弟 你怎么想要的 不是 我没想要的 怎么回事 方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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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 没什么 我先去配音了 时梦啊 薇薇这两年啊 在日本学习电影制作 进步了不少 希望她这次回来啊 能够助你一笔之力 水晶乌语这个项目 对时梦哥哥来说 意义重大 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 刚好可以借这次机会 了解一下国内电影市场 你说是吧 时梦哥哥 嗯 年轻人有想法 有冲击是好事 祝你们合作愉快 谢谢爸 时梦哥哥 刚刚 那个女人是谁啊 我看她对你好像 一个同事 什么同事 你们很熟吗 不太熟 哦 我就说嘛 时梦哥哥怎么会喜欢 那种女人呢 你看看 吃顿饭的功夫 具具不离时梦哥哥 我看哪 这是女大不中流啊 这还没把自己嫁出去呢 就把老爸晾在一边了 一般的 时梦 你可得帮我 好好管管这个小白眼狼 爸 你说什么呢 什么 冬筷子 哎 我回来啦 他 他怎么了这是 这说来话长啊 他 你还有脸说呢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姐我 是吧 这死长啊 就是啊 这么快就 许人啊 就是啊 真的 那女的长什么样 好看吗 我这么跟你说吧 方言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被人家三百六十毒死教练呀